亲爱的朋友 不知道你现在的生命正在春夏秋冬的哪一个季节 或是在欢喜之时 也可能在忧伤的低谷 不论我们的生命处在什么样的光景 天父上帝都为我们预备能与诉说的言语 就像是旧约的诗篇是许多基督徒所喜爱的 在那里头记录了哀歌也记录了赞美 一如我们每一天的生命 2020年国际播种施工 我们举办了诗篇的发表会 与这个发表会相互呼应 我们办了一场现代诗歌的真文比赛 诚心的邀请你 写下你对上帝的祷告文 长度大概30行 透过这个祷告文 把我们2020年现在生命的光景向上帝诉说 我们的生命可以与历史历代圣徒的祷告相互呼应 也深信这个祷告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安慰 许多人的鼓励 欢迎你有月投稿